在过去的一周 一种新型传染病 似乎压过了新冠病毒的风头 一时间带给大家更多的恐慌 这就是猴痘病毒 自5月16号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发布 欧洲各国猴痘病例消息 18号 美国也报告了 今年的首例猴痘病例 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5月21号 世卫组织WHO也坐不住了 发出了首次针对猴痘疫情爆发的预警 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猴痘病毒 到底是什么呢 感染后有何症状 如何做好预防呢 根据WHO的数据 5月13号以来 世卫组织三个地区办事处的 12个未流行猴痘病毒的国家 已报告了92例确诊病例 和28例疑似病例 迄今还没有死亡病例 其中 确诊和疑似病例 主要来自英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 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 比利时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瑞典和美国 世卫组织称 这些病例并不明确的 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 且主要 但不限于发现在 男男性行为者中 迄今 所有通过PCR 确认样本的病例 都确定为感染了 病毒的西非进化分支 来自葡萄牙 确诊病例的 柿子样本 基因组 序列表明 导致当前疫情的 猴痘病毒 于2018年和2019年 从尼日利亚 输出到英国 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病例 密切匹配 世卫组织预计 随着监测的扩大 未来有可能 在已报告病例的国家 和其他国家 发现更多的病例 当前 应对重点 是向最容易 感染猴痘的人群 提供准确的信息 以阻止进一步的传播 证据表明 感染风险最高的是 在猴痘患者出现症状后 与他们有过 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 说起这个猴痘病毒 它的历史 可比2019年 才出现的新冠病毒 要久远得多 猴痘病毒 与已经从地球上灭绝的 天花病毒 属于同一病毒家族 但严重程度 要轻得多 且专家们说 其传染性很低 根据记载 它主要发生在 中非和西非国家的 边远地区 靠近热带雨林地带 至于这次 为什么会在 全球范围内传播 目前相关的 传染病学家们 依旧在溯源中 那么感染猴痘病毒后 会有什么症状呢 根据医学记录 最初症状 包括发烧 头痛 肿胀 背疼 肌肉酸痛 和全身无力 开始发烧后 就会出现皮疹 往往从面部开始 然后蔓延到身体 其他部分 最常见的是 在手掌和足底 皮疹可能会 非常的痒 在最终 结痂脱落之前 会发生不同变化 和不同阶段 皮肤破损 可能会导致疤痕 感染会持续 14到21天 通常会自行消失 那猴痘病毒 是依靠什么途径 来传播的呢 目前已知道 猴痘可以通过 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而传染 病毒通过破裂皮肤 呼吸道 或是眼 鼻 或口腔 进入人体 猴痘之前 并没有被描述为 性传播感染 但它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 同时 它也可以通过 接受受感染动物 比如猴子 老鼠 以及松鼠 而传染 或是通过接触 被病毒污染的物品 比如传单被入 以及医物感染 由此看来 猴痘的传播方式 与新冠病毒 大不相同 主要是传播 需要依托一定的条件 所以这也就降低了 它快速传播爆发的可能性 但如果真的不幸感染 该如何治疗呢 会对生命造成危险吗 其实 大多数猴痘病例比较轻 有时有点像水痘 几周之内 就可以自行消失 但猴痘有时会更严重 据报 在西非 曾造成死亡 并且遗憾的是 目前没有针对猴痘的治疗方法 但可以通过预防感染 来控制爆发 另外 天花疫苗被证明 在预防猴痘方面 有85%的有效性 并且目前 时常会被拿出来使用 据美国官员透露 猴痘病例确诊后 美国订购了1300万剂 由巴伐利亚 北欧公司生产的猴痘疫苗 这款疫苗 于2019年 在美国和欧洲 被批准用于预防 18岁以上人群的 猴痘和天花 西班牙国家报也报道 西班牙卫生当局 已经购买了数千只 天花疫苗来应对猴痘疫情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这次的猴痘病毒 会成为另外一场大流行病吗 虽然研究人员 并没有完全排除 出现大流行病的可能性 但认为可能性很低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梅德也表示 在发达国家 出现大规模猴痘疫情 是非常不可能的 不过 大家面对任何病毒 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它们时刻会乔装变异 不断向人类发起挑战 一些研究人员 此前就警告说 猴痘是一种 日益严重的威胁 2018年的一篇论文指出 猴痘很有可能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病原体出现 经历过新冠病毒的洗礼 相信面对这次的猴痘病毒 将会更加的从容淡定 只要大家做好防护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猴痘病毒就会无处可藏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